1,2,3 不能看吧 欸 但我的余光瞄得到 然後討厭喔 我一點真的都但很沒下去 沉悶 說那種別人享受那個感 對自己要感受 完全不一樣耶 古人臉 什麼意思 沒有 因為我之前演返校啦 然後現在又是演一個解言之後的人 然後他們就說 你是不是有一張古人臉 欸這個很 我真的很生氣耶 我應該很清楚吧 可以幫我查一下嗎 8月2號的12月38號的12月 好啦 哇 好棒喔 了解了啦 我沒有辦法 很衝動的愛上人 我是一個很容易看到別人優點的人 就是我很會觀察人的優點是什麼 就是如果愛上人會 很快的就 給很多東西 趕快確認關係 對 趕快確認關係 然後好近 對 下一次 下一次 其實我覺得我會看到他的優點 但是 我覺得曖昧的期間 會很認真的思考 適不適合繼續走下去 不行 喔 不行 精神出本蠻嚴重的 對 我能講 出這個希望的小學 記得有一次我喜歡的演員是一種辦的 然後那時候上安晴班 然後就坐在老師的車上 用他來跟學弟聊天這樣子 我只會把他送打下去 我其實也是一個蠻愛吃醋的人這樣子 然後 其實 有時候心情比較不好的時候 女朋友點男生讚我也會吃一點小醋 所以 但是我是 但是我是 會自己 在自己的內心世界 演很多戲嗎 想很多人 但我不會讓對方知道 都會留 我覺得如果有紀念價值的東西 我會留下來 但是如果 假如我今天交了一個新的朋友 然後他很介意這個東西的話 我會把他收掉 如果現在有朋友的話 我會把他收起來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那個東西 如果被發現 我留著 我會跟他講說 我會解釋 告訴他說 那時候人家送我的什麼心態啊 什麼 其實我覺得 不吝嗇讓他知道我以前的故事 這樣 嗯 我覺得呢 不一定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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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社會啊 社群媒體的資訊真的太快了 所以我覺得 很多時候 人跟人之間是 沒有辦法實體有時間相處 所以有些人一定 一定還是有真心的人 抱持這種心情去 玩交友軟體 對啊 所以我還是 本能的相信 還是有真愛 只是自己要小心 就當然因為 因為不是真實碰面 可能網友這個東西還是要小心 這樣子 只常會看到一些 一些人 他是 走過去的時候 我會 我會覺得 他很漂亮 或是他很迷人 對啊 所以我覺得一見同情這件事情 一定是有 我會開一個感覺 你知道嗎 有些女生走過去的時候 有那種自信 我會覺得那種自信 就是我一直是 比較需要 相處的時候 了解對方的 所有 習慣 以及個性 才會 去分析說我喜不喜歡 見忠情的話 我會一直相信 有這件事情在 在我身上 真的還沒有發生過 但我一直覺得說 我有一點可能會碰到一個 我第一眼看到他 然後就覺得他 很多東西都跟我很合得 對不對 五歲嗎 五歲差不多吧 但是我實在覺得要看感覺 你知道嗎 就是可能他三十幾歲 但是他的心靈還是 是 有很 很小孩的部分啊 那我會覺得很可愛 很迷人這樣子 是 所以基本上就不能接受 遠距離嗎 可以接受吧 但是不同一種感覺啊 沒有那麼長時間 碰在一起 但是 會更珍惜每一次的相處 對啊 可以接受遠距離嗎 就是 不要跟他好死去 就是想要 爽爽 爽爽 就是當我出現的時候 我一定要 讓你覺得 我終於回來了 你知道嗎 在位子 你就會捏我一條故人 在位子 真的很過分 我講一次